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天王妈妈 那每一个天王妈妈的故事都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庄米雪 要跟大家分享她跟妈妈之间的故事 那Michelle要不要跟我们说一说 从小到大妈妈在你心目中扮演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很少看到妈妈 因为她是做生意的 也是个女强人 所以她很忙 那我们小的时候呢 就会抱怨她为什么不可以多待在家里陪我们 因为同学们的妈妈好像都是家庭主妇 可是后来我们长大了 开始工作了 才知道原来工作真的是这么耗时间 真的是这么辛苦 所以才开始体谅妈妈以前的辛苦 其实既然是这样的话 现在就应该借这个机会 母亲节就要来了吗 有没有想要买什么礼物送给妈妈呢 我本来想要买手表或者是包包给她 可是我觉得她真的是什么都不缺 而且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她又这么喜欢看韩剧 有时候真的是可以看上一整天 这个对她身体不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买一台天王仪给她 然后她可以一边看戏一边按摩 这个对她的血液循环很有帮助 OK 送礼物是一样了 另外一样我相信妈妈呢 也应该很想要听听你心里的话 现在吗 妈妈 我其实想跟你道歉 因为这几年来真的是忙着工作 然后真的是抽不出时间来陪你 然后也是每次怪你 整天在那边念我 可是接下来我会在事业上 做出一些规划 所以我答应你 接下来我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 好好地陪你 祝你母亲节快乐 我爱你 谁会被天王孝顺地捧在手心里 妈妈 手感3D按摩 O-SIM天王瑜 让妈妈向女王被宠爱 回报妈妈 送她O-SIM天王瑜 O-SIM 再见单人床是由